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這個影片是我第一次 到力保 塞車場練車的畫面 也就是我 第二次 練這一台車的畫面 因為上次在西湖 你們有看到了嗎 那這一次就在力保 然後這也是下場的 第一圈 OK 讓各位車友看看真實的學習 狀態跟 情形 你看前面 應該就不用講了 就是 我們台灣 代表我們 去 巴林世界盃的 DD2 Senior的選手 蔡承陽 教練 幸福吧 開車都有他帶 學超快 我直接講結果好了 我 第一場下這個 53秒9 爛包 是吧 然後最後結束的時候是 52秒2 所以你看1.7秒 我就在想 第一個 是真的我太聰明了嗎 不會吧 當然不可能 第2個是 第2個是 我其實想不到瞎掰第2個是什麼 真的就是 有人知道這個是最快的 他在前面帶著我開 他等於直接把答案 Copy給我 有沒有 我就照著他的路線 照著他的彎數 只要我有一定的控車能力 我就可以把他 學起來 OK 感謝 感謝蔡承陽教練 然後我開這個DD2啊 最大的 感想就是 這個車身體數值要比單數還要再更好 因為我這個車啊 在力保總共練了兩天 這是第一天 禮拜四的第一場 那 我覺得 連續兩天練下來 到第2天啊 我的身體真的已經有點 受不了了 也就是 這個 車廂距離真的是 有點太大了 尤其又在這個 這麼大的賽道 這麼高速的賽道 很折磨人啊 當然最折磨的就是現在這個彎 最後一個彎 哇 這個大C彎 過龍門價錢 這個大C彎 拋半天 脖子都快被折斷了 然後其實每個彎都還蠻折磨的啦 就是你一定要一定的身體素質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適合就是 身體很好的人來開 因為這真的需要很好的身體素質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的體力跟不上的話 你就不用講說你想要練車或是學到什麼東西 你看我一個彎束帶過頭馬上就不對了 但是你看我們的教練多好 他都還會 不時的張望回頭 是不是 然後讓我重新再跟上歸隊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練這個車你一定要 身體素質一定要非常的 好 我覺得 在這個場地反而最累的是脖子 脖子非常的累 尤其在 抓地力很好的那幾個轉彎 喔 那脖子真的是承受著很大的壓力 所以這一次練完我回來我真的要好好練練脖子 我一開始練習還有辦法練個可能十幾圈 後面我真的沒辦法 大概十圈左右我就進來了 尤其到禮拜五 真的太累了 連續練兩天那個脖子真的是受不了 但是我會努力跟上的 因為這個車越開越快 越開越順暢 感覺是很有成就感的 感覺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非常有 挑戰性的 非常有挑戰性的 然後你看就是練車的時候 因為我不用自己找答案嘛 前面就有答案告訴我 所以我只要負責就是 跟在一定的距離 把這個節奏先把它找到 不然你看如果自己下場摸 我是不是可能還要再 摸個一兩天 對不對 他直接在前面 開著 然後就把答案告訴我 然後他還會聽我引擎聲音的 近跟遠 然後來調整一下他的速度 真的是個很好的教練 前面這個是KZ 我也在問說如果這個練 有一定的程度以後練KZ會不會又更累 我覺得人真的很自虐 真的很喜歡來這裡自虐 瘋狂自虐 你看他怎樣又 等了我一下 讓我跟上 這是一台X30 你看我開的有多爛 有沒有 連X30都追不到 很不熟啦很不熟 現在應該是不會了啦 現在應該是不可能啦 經過這兩天練完應該是 沒有了啦 但是這個前提真的是要有人帶啦 有人帶真的非常的 重要 而且開這台車真的蠻開心的 在這種風光明媚的場合 有沒有 是吧 快樂的轉動的方向盤 是不是跟著前方教練的節奏 偏偏起舞 是吧 愉快許多 有沒有 真的可以開這個真的是蠻幸福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發現啦 開這個車啊 我覺得我對賽車的認知好像又更上了一層 因為這一台車啊 就是它的速度又更快 所以你的感官又有所提升 我覺得對你的感知啊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我覺得如果現在讓我回去開單數我覺得 我鐵令是進步的 因為 我從這邊獲得了 一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 還好 我當初決定今年開這個DD2是對的 不然我怕我年紀真的 在漲 我可能沒有體力練這個 我還記得我那天發了一個 IG的限時動態 說我敬佩所有練DD2的車手 因為這真的比單數更耗體力 差點出去 相當刺激 是吧 看我們的教練就是會等我們 是不是 慢慢繞 帶我們熟悉這個場地 然後知道這個彎束 讓我們可以很快的把它 記憶起來 我覺得這個 很重要 這個超級無敵重要 然後等一下你也可以看到 教練啊 他會示意我 叫我過去 他從後面看我 怎麼開車 OK 他現在可能讓人家過 這真的是 很刺激的一項運動 真的是很好玩 我覺得可以開賽車的人 真的都很幸福 可以體會到 不同的感官刺激 所以你看我們教練一直在等我 沒辦法 誰叫我第一次下場 是吧 所以建議各位車友啊 如果真的有要 練這個DD2的 真的身體素質要把它練好 這個是我 最近就是練完車一個 很大的感想 非常大的感想 就是你的身體真的要 習慣了 可能是 也許是我的身體也還沒習慣了 這個車子 因為 煞車可能也都還沒到最銳利的時候 然後油門也是 方向盤也是 OK 然後身體的重心控制也是 但是我也努力那一天就是 盡量可以多開幾圈就 多開幾圈 那兩天我只要是 沒有那麼累的時候 我就可以多開幾圈 我就多開幾圈 因為這樣 身體才會 記住 就是 更多的東西 但是如果真的很累 我也建議不要在上面硬撐 因為如果真的太累的話 你有時候在上面一個分神 它會容易就是 出意外 OK 因為畢竟就是 這速度這麼快 對不對 你一個分神 或是你一個初心 就有可能就是 會 會 車子會受損 或是人會受傷 OK 所以建議也不要硬撐 慢慢的 循序漸進 把體能把它 跟上來 這個 很重要 這個非常的重要 OK 哇 你看這方向盤 不知道在轉什麼筋 轉那麼多下 不知道在幹嘛 呵呵呵 呵呵呵 好 呃 呃 蔡成陽教練 私意我從旁邊過去了 齁 那他就跟在我後面會 看我開車 然後下車再來跟我講說 我到底是 哪裡有問題 或是他從後面看他感受到 什麼這樣子 OK 所以他前面給我抄答案 我 我現在抄 抄了以後我現在自己來 真的 開得滿爛的 但沒關係嘛 我們是開開心的嘛 對不對 開快樂的 我們開帥氣的 OK 沒有關係 大家不要 這麼在意 OK 教練在後面 真的要 對不對 不能亂開 人家那麼認真教 對不對 是不是 努力拼也要把他學起來 是吧 滿好玩的一個 車子 我也在想像 哇這DG2比賽 到底是 會多慘烈多激烈 OK 我先把我的體能先把他練起來再說吧 OK 不然我覺得我的體能現在可能 不足以負荷這個比賽 就是在從頭到尾都很高專注度的情況下 我覺得如果你要比賽 第一個你體能一定要練得夠好 你從比賽中才會學到 越多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滿重要的 我覺得第一個永遠都是體能 那你從體能過程中 看可不可以漸漸的 就是多去練到一些技術 那我覺得你的進步就會很快 OK 在練體能過程中 然後慢慢去累積你的技術 對啊 我在想 大家應該第一場下到賽道 沒開過的賽道 應該都是 大概都是這樣子 或是 沒開過的車到一個新的賽道去練習 或者是舊的賽道 但是換一台新的車 應該也都是 會有一個就是 適應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不熟悉是很正常的 就多練習 看自己少在哪裡 最主要是要有效率有效果的練習 我覺得這個 非常的重要 有人在旁邊點 真的進步會最快 我記得這個開好像是 539還是多少 我有點忘記了 然後最後是522 所以你看 這個1.7如果你自己練的話 可能 要蠻久的 但是 前面如果有人帶著你 這個 時間就會縮短很多 你練車就會非常有 效率 OK 我現在可能覺得我真的累了 我就進來 OK 然後謝謝各位車友的支持 OK 讓我可以就是 就是 在賽車這樣子 一直持續的學習 OK 然後在這裡跟各位車友就是 公祝一下 新年快樂 祝各位 新的一年 虎虎生風 事事順心 萬事如意 那就這樣子喔 掰掰 下次見